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国科技巨头百度16号发布了自行研发的人工智慧聊天机器人文心一言 但是这一款被外界期待已久的产品似乎没能达到预期 百度的股价在发布会进行的同时开始大跌 最多时下跌了将近10% 美国之音报导百度总裁李彦宏在发布会上 没有现场展示文心一言的能力 而是播出了几段事先预录好的演示片段 此外文心一言依旧不对公众开放 仅从16号开始允许一部分被挑选的用户进行测试 中国网络上对这一场发布会的反应以负面为主 百度被批评优先考虑追求赚钱而不是完善技术 不少批评人士直言 该款产品完全比不上美国OpenAI研发的Chap GPT 而这一场缺乏现场演示的发布会 也让许多网民将文心一言讽刺的叫做Chap GPT 今年年初美国人工智慧工作室OpenAI 发布的聊天机器人Chap GPT 因其强大的对话跟写作能力而引发了全球的关注 在Chap GPT的热潮振盛之时 百度在2月7号宣布将很快地发布自己研发的类似机器人 华尔街日报此前报导指出 百度为了文心一言投入了上百名员工 以保证该产品能够在16号的发布会上对外展示 其他部门的员工跟资源 也被临时借来给文心一言的开发使用 在发布会上 百度总裁李彦宏自豪地表示 百度是全世界科技大公司当中 第一个发布类似于Chap GPT的企业 早于亚马逊、谷歌、脸书的母公司Meta等等 美国跟中国正在科技领域展开竞争 但是李彦宏强调文心一言的研发跟地缘政治的比评无关 他说文心一言不是中美科技对抗的工具 而是一代一代百度技术人员在追寻 我们让科技改变世界的一个梦想当中的自然结果 但是从公众的反应来看 发布会并没有给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从头到尾 李彦宏分别展示了文心一言 在解释中文词语 撰写商业文案 计算数学公式 生成短片等方面的功能 但是没有一个是现场完成的 相反的 百度播放了几段提前制作好的录影 李彦宏跟着录影来进行解说 有时候录影的进度还会超过李彦宏的解说 这导致了在某些时候 李彦宏还没有给出指令 演示就提前开始了 对此网民们也讽刺地说道 文心一言确实已经超过了ChapGPT 毕竟他能够预判用户的输入 文心一言的发布 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普遍引发了批评 微博科技博主科技种草均写道 文心一言居然是播放的录制视频 而不是现场演示 看来百度的信心不够 虽然现场操作文心一言会有一定的风险 但是更能够体现对产品的信心 这个录制视频就直接点击走过场了 相当的没意思 不少网民还讽刺地表示 别人家是ChapGPT 而百度是ChapPPT 这样的差评也直接反映到百度的股价上 报道指出 发布会进行的同时 百度的港股开始下跌 最大跌幅跌到了将近10% 在当天的交易截止时间 跌幅为6.4% 不过根据新浪财经报道 在发表会后一个小时之内 排队申请文心一言企业版API 调用服务测试的企业用户 已经达到了3万多家 申请产品测试的网页多次被挤爆 百度智能云官网流量飙升百倍 这也导致百度17号开盘股价大涨超过13% 占爆141.4港币 李彦宏自己承认 文心一言含有进步的空间 但是他指出发布的意义在于满足市场需求 而这样的说法同样引发了网民的不满 网民调侃说 前面的演示磕磕叛叛 后面一讲到商业价值 李总的演讲就顺畅了起来 非要着急抢跑 眼里只有市场跟前 尽管批评声不断 但是文心一言还是受到了一些表扬 环球时报特约评论员 前主编胡锡进点评说到 在美国公司OpenAI再度创新引领全球时尚 老胡站在围观人群当中 为自己的国家有些召集的时候 文心一言真如宣布的那样迅速站了出来 在中文世界开辟出竞争的新战场 还是有些欣慰的 他还鼓励中国人支持国产科技 以反击来自于西方的限制 他说我们每个人 每支力量都是民营高科技公司 营商环境的一部分 让我们都成为它不断优化的促进因素 尽管已经举办了发布会 但是文心一言尚未完全对公众开放 百度宣布从16号开始 一部分被挑选的使用者将能够对该产品进行测试 而百度没有宣布完全对外开放的时间 至于外界关心的审查问题 目前尚无法确定 文心一言是否有审查跟如何应对敏感词进行测试 不过百度的人工智慧图片生成模型 去年8月被发现拒绝生成跟天安门有关的图片 美国之音的测试发现 百度更新的敏感词库 拒绝生成任何跟四通桥有关的图片 去年10月一名抗议者在北京四通桥上 贴出了反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更新冠清零政策的横幅 在中国开发人工智慧聊天机器人的最大问题就是 该如何跟中国严格的网络审查并存 2月初中国一家公司发布的一款 类似于ChapGPT的应用程式 言语智慧 在被发现会给出批评中国的答案之后 就被暂停服务 对此人权组织自由之家高级研究员沙拉库克 上个月在外交官网站上面的一篇文章指出 由于文心一言 据报是使用来自于全球的资料来进行训练的 使用者们必须注意他不经意之间 给出中国当局不喜欢的答案 特别是中国对互联网上的言论 进行着严格的审查 网民跟平台因掩护罪并不罕见 他因此提醒 如果答案违反了中国政府审查指令 他问道 公司跟用实名注册的用户们 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呢 中国全国两会结束 政府人事大致敌定 李强顺利就任中国国务院总理 并且风光地完成第一场总理记者会 而蔡奇则被传出可能接替丁薛祥 出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接手大内总管一职 当外界都在热议本届国务院团队之际 有评论便分析同为常委的李强跟蔡奇 日后的关系演变格外的奥妙 德国之声一篇评论写道 在习近平的部署下 习家军一格格就位 忠于援手的私人党羽 纷纷占据党内重要位置 更不属于援手党羽的参与专业官僚 组成了一个新的政府团队 当然这届政府可能是第一次 摆脱了过去30年来 中南海南北两院的矛盾 国务院办公厅跟中办 第一次和谐的统一在援手之下 李强跟蔡奇之间 固然可能会发生 面对到援手的争宠 但是同为私党都面对着掌握中枢 控制官僚体制的共同任务 南北两院 李蔡相互之间的配合 应该还是主要的 因为这两个人一样的平庸 一样顺从的听命于习近平 文章写到2022年4月的上海封城期间 李强作为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表现 充分地证明了这种平庸 进一步将李强置于全国性的领导位置 那么在白纸革命的挑战之下 李强所采取的放任态度 以及随后造成的全国性混乱 跟新冠死亡灾难 更是将这种平庸曝露无遗 类似的 蔡奇早在2017年清理北京低端人口时 表现出的与普罗大众为敌的态度 也让人为他的平庸感到惊讶 中国青年失业问题引人关注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数据指出 16到24岁人群的失业率在1月到2月期间 达到了18.1% 震惊各界 但是现在却有消息传出 北京清华大学 驳斥应届毕业生就业率低的说法 指出该校今年超过7成的应届生 已经获得到录取意向或者是已经签约 香港经济日报报导 清华年度校园招聘会 2023届毕业生大型就业洽谈会 16号在清华职业发展中心启动 来自于23个省市 共近340家用人单位仓配 提供了上万个职位 行业涵盖了国防客工 制造业跟能源业等重点的领域 清华大学数据指出 2023年该校预计全日至中国学生 毕业约8600人 预计要参加就业的约有4800人 其中本科生约350人 研究生约4500人 而截至目前为止 清华2023届毕业生 已经有超过七成获取到录取意向 或者是就业的签约 然而这样亮眼的数据 却跟外界获知的资讯落差颇大 中国国家统计局15号公布了 1月2月的主要经济指标 工业生产增长了2.4% 高于去年12月的1.3% 零售额增加了3.5% 扭转了上个月1.8%的跌幅 增长数据符合市场预期 但是青年失业率激增 16到24岁人群的失业率 在1月到2月期间达到了18.1% 而去年12月则为16.7% 整体失业率也已经上升到5.6% 对此德国之声日前做出专题报道 指出2020年 中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 曾经达到6.2%的峰值 去年5月又再次达到6.1% 随着国家的重新开放 失业率正逐步的下降 但是分析家们指出 劳动力市场的复苏可能是不平衡的 因为不同行业的反弹速度各不相同 青年人失业率是中国政府 面临到的一大棘手问题 按照国际标准 在新冠大流行之前 中国城市地区年轻人的失业率 就已经很高 大约有13% 2022年7月则达到高峰 15到24岁的城镇青年人当中 有将近五分之一没有工作 中国媒体关于大学生毕业及失业的报道旅见不鲜 中国政府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宣布的对科技 教育 娱乐跟房地产行业的打压更是雪上加霜 刺激了大规模的裁员 游戏巨头腾讯 电商阿里巴巴跟社交媒体公司微博 都是受到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的大雇主 但是最近几个月来都宣布裁员 随着2021年 恒大债务丑闻引发的房地产低迷 由一家房地产开发商 去年甚至裁掉了90%的员工 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赵立涛表示 由于私营部门是创造就业的主要动力 中国青年的就业状况最终将取决于后疫情时代的政策 能否有效地支持私营部门 以及私营企业家对于当前商业环境的信心如何 继上周矽谷银行等三家美国银行宣布倒闭之后 瑞士第二大银行 瑞士信贷银行本周也遭遇到危机 其最大股东沙特国家银行15号发表声明指出 绝不会在瑞士信贷现有的9.8%股权的基础上 再进一步的增资 这个消息发布之后 引发了市场恐慌性的抛售 瑞士信贷股价当天暴跌了24% 收于每股1.69瑞朗 随后瑞士政府同意紧急出手救援 16号瑞士信贷宣布已经安排从瑞士央行 介入多达500亿瑞朗 同时表示要回购多达30亿瑞朗的美元跟欧元计价债务 瑞士政府也表示愿意在必要时来收购瑞士信贷的股份 作为瑞士信贷增资的方法之一 瑞士央行跟瑞士金融市场监管机构发布声明保证 该银行的财务状况良好 符合银行法规的严格标准 德国之声报道瑞士信贷近年来卷入了极其重大丑闻 像是对冲基金Archegos破产以及英国金融服务公司 Green Seal Capital创办破产事件等等 许多投资人因此撤出其资金 对瑞士信贷造成进一步的打击 再加上瑞士信贷内部重组以及全球局势的影响 导致其运作状况雪上加霜 该行2021年净亏损达到了16.5亿瑞朗 2022年亏损更是高达了73亿瑞朗 这家总部位于瑞士苏黎市的银行跟金融服务公司 成立于1856年 业务包括了财富管理、投资银行、瑞士银行跟资产管理 而且业务遍布全国50多个国家 从规模上来讲 瑞信的体量是矽股银行无法比拟的 即便经历了大量资金外流跟连续亏损 瑞信管理的资产规模仍然超过了1万亿瑞士法朗 相当于1.1万亿美元或者是7.5万亿元人民币 而全世界GDP超过1万亿美元的国家仅仅只有17个 两者相比之下 瑞信的规模跟业务普遍程度更像是当年的雷曼兄弟 因此其在金融界的角色更为重要 如果倒闭的话 会对其他金融机构产生不小的影响 BBC报道 瑞信自身的问题其在财务报告当中 披露内部监控有重大的缺陷 首先股东表态雪上加霜 瑞信的最大股东沙特国家银行 表示不会向这家机构继续增资助给脱困 再者高度紧张的外部环境 随着矽谷银行的倒闭 市场避险情绪严重 瑞信的麻烦更加剧了这种担忧 最后随着瑞信暴跌 欧美股市的银行股也都应声大跌 关于雷曼时刻的讨论再次的盛销沉上 报道分析 当年雷曼兄弟倒闭 归根究底还是因为MBS 房产抵押贷款证券的信用崩盘 而MBS经常作为抵押品进行借款 甚至还通过了衍生品 进一步放大了杠杆率 由于它被广泛地运用在各种金融交易当中 因此传染性极强 相比之下 无论是矽谷银行还是瑞信的股价暴跌 背后都未出现某种特定资产的崩盘 中金公司的一份报告认为 瑞信是因为自身内控不足 引发流动性压力的个例 德国霍恩海姆大学银行金融服务学系教授 伯格霍夫表示 好消息是 瑞士信贷的资产负债总额 已经缩减到5000亿欧元 是以往规模的五分之二 这也是其他大型金融机构的平均规模 不过伯格霍夫认为 瑞士信贷花了太长的时间进行重组 其他银行像是德意志银行 或者是德国商业银行 早就已经完成了功课 因此他们现在就不那么脆弱了 瑞士信贷的股价 在瑞士央行愿意协助之后 已经缓慢的回升 在专家看来 投资者是否能够重拾对瑞士信贷的信心 对事情接下来的发展非常的重要 因为当投资者对一家银行 失去信心时就是问题出现的开始 不过一连串事件也体现出 美联储连续升息之后 资金成本在越来越高的情况下 金融体系的薄弱环节开始曝露出问题 因为准确预测出2008年的金融危机 而声明确奇的全球对冲基金 巨头桥水创始人达利欧 在社交媒体领英上面发文指出 矽谷银行倒闭 仅仅是短期债务周期泡沫扑灭的开端 他认为未来一两年内 美国的经济金融情况将会非常的严峻 16号下午 当法国总统马克龙及其政府 决定动用宪法49.3条款 来通过退休改革法案之后 数千名示威者聚集在协和广场抗议 警方释放这类瓦斯加以驱离 法国各公团呼吁23号 举行第9天的罢工跟示威 法广报导 当地时间16号下午 法国总理博尔内 在议会宣布动用宪法第49.3条 在不用议员投票的情况下 通过了将法定退休年龄 推迟到64岁的退休改革法案 随后在各公会的号召之下 示威者们前往离国民议会不远的 协和广场来聚集 抗议退休改革法案 到了晚上 据说当时有示威者冲击位于 协和广场正中心的 埃及方尖碑的施工工地 陈牌远警拿出盾牌跟警棍 朝着协和广场前进 而在广场中央冒出火光之后 警察还发射了水炮 法新社记者目击 远警冲向示威者 并且使用C类瓦斯 把广场上跟通往国民议会 桥梁上的抗议者赶走 多数示威民众在晚间8点30分 已经离开广场 而警方表示他们已经逮捕8人 法国政府提出退休改革 将退休年龄由62岁提高到64岁 并且修改领取全额退休金的条件 法案提出之后争议不绝 民调显示约有三分之二的民众反对 退休改革是马克龙竞选总统时的许诺 在其第一届任期曾经试图通过未果 一些政治评论人士认为 这一次如果再不通过的话 其政治信誉将会大遭损失 不过马克龙在决定动用49.3条款时 使用的却是另外一种说辞 他说退休法案如果被议会否决的话 法国将会遭受到巨大的金融跟经济损失 不过法广报导指出 让法案不经议会表决即过关的 宪法49.3条款是一把双刃剑 它将会使得政府立刻面临到 反对党的不信任动议 根据宪法一旦动用了49.3条款 法案即被视为通过 除非在24小时之内 反对党提出对政府不信任案 并且获得通过 不信任案一旦通过的话 意味着政府被推翻 法案自然就无效 政府在国民议会 不具备绝对多数的情况下 面对到两种不好的方案 或者投票表决 冒着法案被否决的危险 或者是动用49.3条款来强行过关 不过外界担心49.3条款 将会为了爆发更大的规模 社会风潮注入新的催化剂 反过来向政府构成更大的压力 这个叫做什么 我讨论这个公共场合 这个叫做游行示威 这个是不允许的 知道吗 我现在没饭吃的呀 他住也现在不给我住了 他们都听到的 有没有饭 我问你啊 你这个劳资就分 劳动局有没有去过 去过 去过 什么时候 6号去劳动局的 劳动局怎么处理的 他一直让我等 但是我现在他也不让我住了 我也没地方 现在钱也不给我发 你怎么算了 这么的工资 你有所有缴的 你怎么会就没饭吃了 你讲这些东西 是不是 老板一分钱没多发 既然叫劳动局 叫你等他们处理 肯定有自己的流程和时间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墙内墙外 刚才大家看到了 这就是最近两天 在中国的互联网上 被热传的一段视频 但是这段视频 现在还有没有存在互联网上 咱们不知道 估计呀 凶多吉少 视频内容讲的就是一名男子 因为他以前工作的那个单位 拖欠他的工资 长时间的不给他 所以呢 他没有办法 寄去了劳动仲裁 同时呢 自己还得发声来维权 刚才在向他言辞呵斥 或者说言辞教训的 那个人是谁呢 就是一名中国的警察 中国的公安 对这名讨薪的男子 还说了什么呢 中国不允许抗议 不允许维权 你这点工资 没有就没有了 你有手有脚 你可以继续去上班 继续去干活 继续去挣钱 那问题是 他继续去上班 他找了另外一个 黑心的老板 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还是没有钱 怎么办呢 当然我们从这样一个对话的关系当中 也看得出来 是谁报的警呢 一定是这名男子 他之前的那个雇主 他上班的那个地方的老板 打电话 报了警 说他呀 在他的店门口 扰乱他的生意 让他生意做不成 所以呢 打电话报警 让警察过来 处理这个事情 当然警察过来的 官方的说法 是来做一个民事调节的 现在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所有的钱确实没给他 确实没给他 但是所有的基本工资我也跟他说了 那天那四位赛 我没和他接头 因为要耍赖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我和你没接头 你们现在争议的话 首先还有另外一点 我问一下 这个基本工资是另外 另外的话 他主张的可以 你举证 这就是我为什么 不说拿这个 这个考骑的原因 因为你够扯嘛 住着我的房 住着房 拿着我的 然后来再给我 我跟你说 我这不是老子有理 这个每个人都 就让你法律主张 你这个属于违反 自然观的除外法呢 下不为例 我就告诉你 这件事情 你不要以为你有理了 讲那些东西 你要录音录下 你又反应劳动部门 你不要以为 你该懂法律的时候 你懂法律 不懂法律的 你就你就想到 你就想到不想 不想遵循法律 对不对 我没有不遵循法律 这个警察呢 进入之后 确实也是在调解 也问了这个雇主 一些什么原因 雇主也出来说呢 他确实是扣了他的工资 扣工资 没有给他这个事 他承认 这是个事实 按照中国的法律当中的 正常的程序说 劳动者 当他在劳动当中 他的权益受损的时候 可以去相关的 劳动仲裁部门 去进行仲裁 去进行法律的 司法途径来解决 可是中国的 这个劳动仲裁法 要求谁举报 谁举证 就如果是这个劳动者 他举报他的雇主 说他拖欠他的工资 有一些违法的行为 违反了中国的劳动法 要这个劳动者本人 他自己去通过各种方式 去搜集证据 去举证 然后再来进入司法程序 而这个时间呢 相当的长 我们之前在另外一期节目当中讲过 一般来说 中国这个劳动仲裁的时间啊 是长达两年 那他现在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 接下来这个月 他吃什么喝什么 所以他哪有那么的时间 去搜集证据 还等上两年呢 所谓的仲裁 或者说所谓的法律程序当中 他没有一个及时的正义性 他没有及时的保护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所以劳动者被迫无奈之下 他才会选择 走上街头 举牌子来维权 那我计较我什么情况啊 那我至少保证 你不要跟我说这种东西 是不是啊 法律就是法律 你讲的任何情况 现在他给的方案就是 8500的工资 再加上1000块红包 因为我不知道他这个三倍工资啊 这种东西就不就不算了 一共9500块钱 此时就就算结束了 没有什么加班工资啊 或者什么细算啊 什么中间你什么考询缺询啊 这种东西 不清楚 他现在是这个方案 你愿不愿意 你那小哥不本 愿不愿意你就给我说 直接点 你不愿意吗 你不愿意我来中开了 现在是进行民事纠纷的条件 是不是啊 劳动 劳动纠纷的条件 你愿意就就说愿意不愿意 那么这时我记下我的一些我的意见好吧 你你先说愿不愿意 你这什么意见呢 他这个方案你愿不愿意 或者你让你出个方案你马上说 我的方案基本工资上 然后加上那个催节补贴的 然后我只值这两个要求 多少钱 多少钱 我当时算的是一万五千多块钱 一万五千多块钱 你这个方案同意不同意 同意不同意 行吗 你这个只把制度余的 给他搞好 然后你签个字 就是调解不成 本劳动部门重成 调解不成 你到底愿不愿意 你先别说你的理由 也别提出你的问题 你愿不愿意 这个公安在一开始 长时间的这个教训之后 开始来进入他的调解程序 而这个调解呢 就我个人看来啊 更像是这个雇主请了 那个社会上的一个黑帮的头头 在进行黑帮的谈判 你愿不愿意 你到底愿不愿意 你没有什么理由讲 别说你的理由 就说你愿不愿意 强打强慢 反正我看完这段视频之后的 我的感觉就是 他们俩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 言辞恐吓来迫使这个受损失的劳动者 要接受他们所提出来的谈判的条件 你没有说话的权利 也没有溢价的空间 你就是一个底层的刁民 当一个国家把这个民众当刁民的时候 这个国家的统治者领导者 就每天都在担心一件事情 总有刁民想害者 今天我也当在你里面 我知道 他举牌子下次来 我跟你说 违反治安管理处划法 我会依治安管理处划法进行处理 你让他签给我支付一个月工资吧 我没有这个强力权力 他愿不愿意 他愿不愿意的 那我吃到哪里去吃 住到哪里住呢 不知道自己劳动自己去 就是他 万一明天他在这不举 然后在这里骚扰我这里客人怎么办 他在这门口没有 但是骚扰客人 这种就是扰乱单位秩序 到时候打个120报纸 好吧 好的 那我知道了 他愿意签住吧 不签 不签 这个公安最后的陈词就是 中国不允许维权 接下来这个劳动者说 那我这一个月 我的工资没有领着 我怎么生活呢 警察告诉他 那是你的事 不是我的事 言下之意就是 你没本事 你就别活了 所以我们看到 这样一个视频当中 短短的一段视频 反映出了整个社会当中 这个上下层 治理者跟劳动者之间 他们的这种思想感受上的不对的 社会体认上的不对的 最近中国的一些互联网上的一些 短视频的制作者 最近也犯了难了 因为中共当局 现在出了一个新的规定 要严厉的来杀一杀 这个自媒体当中 故意的炒作 他们所谓的 拿着弱势群体 来故意的炒作 来煽动情绪 要打压一下 这些自媒体的创作者 中国有一个小伙子 叫做护尘锋 他拍了一系列的视频 就是去超市里面 去测试一下 比如说一天的工资 100块钱 这个购买力到底有多少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过 他的那个视频 实际上 他是想反映的 就是对于弱势群体的关心 可是因为他那期视频 出来之后 因为讲了弱势群体的问题 所以中国的一些 营平台 或者说当局 就把他那个视频给下架了 所以他后来把那段话 剪掉了 配上了一个爆赞 点赞 真幸福 很多人看了觉得怪怪的 但是他后来 自己也发短视频 说迫不得已 没办法 他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 让他的视频 在中国的营平台上 多保留些时日 就这两天 他发布了一个最新的视频 挑战在成都随机找一位老年人 我带他去超市 用他一天的养老金来购物 我来买单 看看 他都买些什么 您是哪里的 我是蓝窗 你来成都是在这 我跟着儿子来这的 来这多久了 当他在街头访问的时候 他找了一些当地的一些老人 很多老人不愿意 不愿意接受他这个采访 当然不知道他什么目的 最后他找到了一个 四川南充的一个老人 这个老人他不是成都人 他是四川南充一个农村的 所以他在成都 他没有养老保险 没有保险金 那么他只能领取 他们当地村里面 给他的每个月 107块钱人民币的 这样一个养老金 所以这个小伙子 护城峰就带着 这个南充的老人家 去成都的一个超市里面 就按照107块钱 这样一个费用 一个月的养老金 能买多少钱 他那107块钱 是他们当地农村的一个农保 当然最后在超市里面 小伙子也帮他买了一些米 灭油 一些生活的必需品 最后是这个小伙子 这个护城峰 帮这个老人家付的款 最后的款项是 127块钱 老人家也向这个小伙子 表示说那多少 要不要再支付他点钱 不能让他一个人 付了这些款项 小伙子说呢 没关系 他也希望通过这个视频呢 让更多的人了解到 中国啊 还有很多的 这些弱势群体 他们的生活 确实非常的窘迫 那么他拍摄这个视频 他的目的也就如此 可是啊 他的这段视频啊 却给他的整个的短视频生涯 可以说是带来了灭顶之灾 就在昨天的时候 这个护城峰 他在中国的影音平台上的 所有的账户 所有的曾经上传的这个视频 全部被下架了 账户也被关闭掉了 所有的资讯 全部被清空了 那小伙子今天呢 自己发了一段视频 这个视频呢 戳动了他们哪里的纪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所有的视频全部被下架了 但是我本人 护城峰我本人 我可以对我自己所有的行为 和说过的所有的话负责 我对得起自己受过的教育 和我的良心 以及我的人格 从今天开始啊 可能是互联网上 有可能是互联网上 最后一次跟你们见面的 有可能啊 我不清楚 以后能不能见面 有可能是最后一次 我不知道一个自媒体人 拍摄这样一段视频 来关注弱社群体 他煽动了哪个群体的情绪 就是他说了实话 中国原来还有这么多 生活很贫穷的人 中国原来还有这么多 生活非常窘迫的人 这个习近平的中国梦抹黑了 这打了党的脸 那这些穷人 他们的这些现实的生活 难道就是给这个社会 给这个政权不安的一种阴谋吗 那这个阴谋是谁制造的呢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中国的高科技公司 百度公司 以前是专门做网络广告的 现在呢 要跟上时代的潮流 跟上世界的步伐 推出了他们的一款 AI的智能的聊天软件 这个聊天软件的名字呢 叫做文心一言 有意思的就是 当这个流天软件在公布当天的时候 百度公司内部啊 发了一个文件 或说一个呼吁吧 就是百度公司要求啊 百度所有的这个后台的员工 要值班 要集体值班 为什么呢 说一旦这个智能 这个AI出现了问题 人工要立即顶上去 就是说如果这个智能 他的回答 不符合中国官方的口径 不符合正面宣传的说法 人工啊 马上又跟他改正过来 要立马纠错 所以有网民啊 就说啊 所有人都认为 当AI人工智能出现之后啊 有可能会带来就是 人工的工作岗位要减少 可是没想到中国的AI 不但没有减少人的工作岗位 反而还增加了人的工作岗位 因为要有更多的后台的人工 来帮助AI来纠错 以免发生大问题 以免发生政治错误 文心以言在发布的过程当中啊 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百度的股价暴跌了10% 看来大家对这个百度的AI 完全没有信心啊 当然百度自己 他也没有信心 要不然咱们需要他们的员工 全部都上班来及时纠错呢 好 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官方 共青团中央 联合中国的很多官方媒体 今天突然意其发力 针对的对象是谁呢 就是中国的年轻人 中国的大学生 说他们像鲁迅笔下的孔一己 说学历的价值啊 只有在创造性的实现当中 充分的发挥 自身的潜力的情况下 才可以体现 说这孔一己之所以会陷入生活的困境 就是因为读书读过了 而放不下读书人的架子 不愿意靠劳动来改变自己的处境 但是我们再看看 大学生们怎么回应的呢 鲁迅笔下的孔一己 鲁迅批判的是什么 你们难道不知道吗 恐怕你们比我们更清楚 而你们却要故意把这个缘由归结到 使年轻人和大学生好吃懒做 大学生还说啊 说我父母 我爸妈花了那么多钱 让我上大学 我一毕业就去当环卫工人 合适吗 大学生并不是质疑环卫工人 也不是歧视环卫工人 就是因为在中国现在的这种 劳动环境当中 社会价值当中 由于环卫工人 他们没有得到社会足够的尊重 一些从事体力工作的人 没有得到社会的尊重 而也缺乏劳动当中相应的保护 所以大学生不愿意去 从事一些体力劳动 要不要先把这个劳动法先改一改 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 劳动法不改 劳动的一些保障制度不改 这个最核心的问题 不去改变不去跟进 不是他们把这个工作 分为了三六九等 而是这个社会帮助他们 把这些职业分为了高低贵贱 所以造成了很多大学生 在步入社会之前 就承担了这样一种压力 而根本的问题 不是大学生的恐一己的问题 恰恰是中国这个社会 对于工作的歧视 对于工种的歧视 还有工作制度和分配的不合理性 只有当这些问题解决了 所谓官方的说的这恐一己的问题 又自然就没有了 如果每一个工作都能够得到人们充分的尊重 让他们在这样的工作当中 有尊严 得到了体面 收入呢 也不差 生活质量 得到了保障 谁还会去在乎这个职业 到底是什么样的职业 是高低贵贱 又谁会去分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